晋文公从而是春秋时期与齐桓公齐名的霸主 后世的人们常常以齐桓晋文并称 后人称赞晋文公主要是他心怀大志 忍辱负重 选贤任能 从而在外逃亡十九年受尽屈辱与磨难 最后仍能夺得晋国国君之位 他在位时重用胡衍 仙枕 赵衰 虚臣 鸾枝 季缺等贤能之人 最终是晋国称霸诸侯 但是孔老夫子却对晋文公颇有威似 孔子将晋文公与齐桓公进行了对比 认为齐桓公为人正道不善于搞权谋 而晋文公则正相反 他为人不正道 还擅长权谋之道 齐桓公称霸诸侯 打的是尊王攘仪的旗号 目的是维护周王的尊严和周代的礼乐制度 齐桓公出兵打仗 要么是帮助诸侯国打退一族的入侵 保卫了华夏文化 要么是诸侯国不尊重周王室 齐国带周讨伐 孔子认为齐桓公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合乎道义的正派之事 而晋文公称霸诸侯 缺乏鲜明的旗号 采用的是诡诈的手段 晋文公与楚国开战 就缺乏正当理由 而是通过攻击楚国的盟友郑国来激怒楚国 在成途之战中打败楚国 采用的是阴谋诡计 名义是退避三社 是为践行对楚城王许下的诺言 实际上是诱敌深入 将楚军引进玉社的战场 战胜楚国后 与诸侯国会盟 竟然以臣子的身份 找周湘王前来撑场面 这在孔子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因此孔子在写春秋时 将这件事写成周天子在河阳打猎 而没有直接写出周天子到河阳的原因 也是为了给周天子留点脸面 晋文公讨伐周边的小诸侯国的理由 也没有一个是为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和周礼 全都是出于报复之心 晋文公公打卫国 是因为他在逃亡时 为文公看得落魄 而没有好好地招待他 晋文公讨伐曹国 是因为他在曹国避难 曹公公对他无礼 在他洗澡时偷看 他是不是长着传说中的便携 也就是肋骨连成了一片 晋文公征讨郑国 是因为郑文公也没有对他以理相待 这个郑文公也是一个没头脑的家伙 当时郑国的大夫舒瞻劝郑文公 从而这个人还是很有本事的 跟随他的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 你对从而要么以理相待 要么就干掉他 以免将来成为郑国的祸患 这个郑文公就是不听书瞻的劝告 最后终于招来火端 在孔子看来 要想维持霸业 应该重视仁义道德 而不是阴谋诡计 重视阴谋诡计 霸业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 也很难维持长久 其实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 就有了偏差 齐桓公打着尊王攘仪的齐号称霸诸侯 可是齐桓公一死 齐国国内就乱了他 齐国的霸业也就此终止 晋文公虽然靠计谋称霸诸侯 但是晋文公死后 晋国仍然称霸诸侯时间长达上百年 齐国称霸靠的是管仲改革内政 实行法家的管理措施 但是由于缺乏牢固的根基 管仲和齐桓公去世后 管仲制定的大部分内政措施都被废止 而晋文公仍然采用公式享用大夫的功夫 大夫收取彩翼的租税 加沉食用大夫的家田 平民自食其利的传统经济政策 这种经济模式的弊端 是使得清大夫势力过大 最后导致了三家分禁 但是那也是百年以后的事了 其实 晋文公的主要功绩 正如顾杰刚所评价的 是稳定了晋国的内政 壮大了晋国的实力 通过成途之战 遏制住了楚国的北上 他的儿子浸湘公佑 通过肖之战 遏制住了秦国的东晋 使中原和诸侯国 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渐渐孕育出了 后来百家争鸣的灿烂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声明